癌症死這些事情 如果是那個病人的話 可能我自己會希望可以 漂亮的前提之下 狀態好的前提之下 跟我們家人說再見 最後他病就是比較嚴重的時候 他簡直是長的是 他是兩個人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有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他很痛苦 他是一直撐下去 但是身為家人的我們 你是要他留下來他的區域 就是他現在這樣的病體 還是說他可以去一個 他沒有痛苦的地方 其實我在思考這個問題 但因為還好 台灣病友 現在沒有合法這件事情 所以當然說 我們在討論這些過程當中 當然就只是一個討論而已 如果真的未來遇到 我的家人是這樣的話 我要做什麼樣的決定 我要放手讓他走嗎 還是說 那他就是留下來 希望他留下來 他可以看得到我 我會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 或許折磨這件事情 或是我們會不會回歸到病人 我本身 他是不是也 不想要再這樣 拖累他的家人 他是不是想要有 比較尊嚴的方式去 選擇他最後要怎麼結束 或許 癌症這件事情 我現在想 將心理性我去思考我的 就是外婆 或是我的家人 或是甚至是我自己 或許 如果我是那個病人的話 可能我 我自己會希望可以 我希望我是 漂亮的前提之下 狀態好的前提之下 跟我的家人說再見 如果今天是我的話呢 我就說外婆過世 因為我長那麼大 我很少正聾 直接的去 經歷這一整 譬如說 他可能快要過世 到他離開 然後幫他處理這些深厚事 就是其實如果已經 三幾年我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應該說 這是我第一次這樣 對 而且他是從小帶我 我跟他會更 更直接的一些 情感的連結 他過世之後 我有思考很多 很多很多事情 應該代表說 我認同這件事情吧 當然可能 這件事情這個決定 可能要做到一個平衡 就是可能家人也答應 病人也想要 那或許這件事 才可以 成熟 比較